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晚上好 欢迎你如约而至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文倩 今晚我们来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柚子妈 你在婚姻里的所有委屈 终将有孩子帮你买单 今天这篇文章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话不太好听 可是话操 理不操 一起来听 最近 我看了一封女儿写给爸爸的信 信的内容 是对爸爸爷爷奶奶的控诉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 两个大男人受到奶奶教唆 并排站在妈妈的对立面 一起在指责她 事情的发生 源于女孩奶奶家请客 女孩母亲辛辛苦苦 做了一大桌子菜 也顺便把家里落单的 女孩外公请了过来 结果奶奶本来就瞧不起单亲家庭的女孩母亲 对母亲辞举很生气 当场破口大骂 这件事 深深伤了女孩母亲的心 一次 她们在理发店碰伤了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女孩奶奶觉得 面子挂不住 越想越气 就把老公和儿子挑不起来 编造说 女孩母亲说她坏话 于是就有了 女孩心中提到的一幕 两个大男人 并排站在妈妈的对立面 一起在指责她 而柔弱的母亲 在他们的指责下 只有哭泣的份 这是女儿第一次 目睹母亲被爸爸家人指责 她知道 以前肯定也发生过 只是都背着她 她看到妈妈一直以来所受的委屈 心如刀割 后来妈妈看到了孩子的这封信 感动得哭了 她说 为了孩子 她再也不能柔弱了 再也不会委屈求全了 很多时候 女人在婚姻里 百般委屈和忍耐 以为是保住这个家 为孩子好 殊不知 这样不健康的家庭 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极为不利 因为那个可恶的爸爸 和不争气的妈妈 长期给她做了一个不负责任 无礼 懦弱 悲伤 自怨自意的表率 我见过很多在婚姻里面 责备下长大时 她的内心有多痛苦 你对她的影响 就像一个毒咒一样 一辈子都甩不掉 我有一个朋友 长得非常漂亮 气质又好 可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多疑 缺乏安全感 恐惚 她把身边的男朋友 逼走了一个又一个 这一切都源于她父母 给她的阴影 她的父亲出轨成性 稍不如意 就会打骂她母亲 每次事件过后 母亲都会抱着她痛哭 说妈妈没用 你以后一定不要像妈妈 说完后 就是对她爸爸 无止境地责骂 骂完后 又开始埋怨她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离婚了 可是我不能理呀 要不然 你怎么办呢 是啊 她怎么办呢 她就没得选择呀 她没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 更没法选择自己的成长环境 她只能每天看着父母 上演这些戏码 她只能任由自己的父母 去左右自己的人生 她被当成父母不想离婚 甘心受虐的挡箭牌 她就是父母的一颗棋子 父母凭什么替孩子选择 凭什么就知道 孩子喜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其实你们常说 为了孩子才不离婚 分明就是借孩子的名义 来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 为自己舍不得离开找借口 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舍不得放弃 这么扎的人和生活 又偏要以为了孩子不离婚为借口 也可以啊 只要你能做到以下两点 一 你说她又暴力又出轨 可你就是不离开 那么好 我不劝你离开 我劝你努力去找点乐子 尽量把她当成身边最美的空气 她拿感情和婚姻当儿戏 你又舍不得放手 那就让她的躯体在你身边好了 但在感情上 你就不要再扮演林黛玉了 因为是你自找的 并且也不要再说 是为了孩子不离婚了 孩子可不背这个锅 她不会以一个委屈求全的母亲为荣 因为这个榜样 实在太差了 二 你说她没有犯错 就是不懂体谅 妈宝男 那么好 你不要自怨自艾到处哀声叹气 或者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得想办法翻身 想办法治她呀 不给她做饭几天行不行 不要去操心她那些破事行不行 跟小姐妹出去玩几天行不行 作为一个女人 要给孩子树立怎样的榜样 自立 自强 聪明 阳光 而不是哭泣 埋怨 自怨自艾 就像你抱着孩子哭诉 妈妈没用啊 你以后不要像妈妈呀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你就得做出表率来呀 你把自己关在牢笼里面 你不去抗争 你不去逃脱 还要孩子快乐 她快乐得起来嘛 当然 如果你做不到那些 我还是劝你离开 如果你死都不离开 就请不要把任何负面情绪灌输给孩子 这样的生活 是你选的 不是孩子选的 它没有必要替你承受 如果你们的婚姻是一个坟墓 那么请不要让孩子给你们陪葬 最后 给大家安利一个画面 一个笼子外面挂着一把锁 那个锁并没有锁上 笼子里面有个女人 以极其别扭的姿势在哀嚎 我好苦啊 谁来救我出去啊 我受不了了 有旁人经过跟女人说 没有上锁呀 你可以自己出来呀 要不 我帮你打开门也可以 或者你换个姿势会舒服一些 可是女人 依然什么都听不进去 还是一直在说 我好苦啊 我好想出去啊 站在外面的人很无奈 只好摇摇头 走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 所以我不离婚 这样自以为牺牲自己 换来了孩子幸福的妈妈 妈妈委屈的姿态 其实成了孩子内心的一把枷锁 让她一直困在内疚的牢笼里 性格得不到好的发展 也为日后孩子的婚姻生活 买下了隐患 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要为了别人而活 我们得自己活得积极阳光 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 性格一样很好 一样非常优秀 别忘了 孩子长有一双耳朵 很多道理 她听得进去 你选择结束一段婚姻 跟孩子说清楚 跟孩子说清楚 不一定是伤害她 可能是拯救她 身为一个女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后台有一位听友留言 说男朋友提分手 可是她不想分 甚至告诉男友 你爱她 你去追求她 我在家里等你 男友哭了 可能这个姑娘 说这番话的时候 自以为自己很伟大 很懂事 可是这句话说出来 你的原则就没有了 即便她最后 回到你的身边 她依旧会继续出轨 因为出轨在你这里 是不用付出代价的呀 你要以牺牲者的姿态 去面对你最亲近的人 伤人又伤己 对待孩子也是一样 你委屈求全的样子 可能会让她怜悯你 甚至觉得自己对不起你 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尊重你 尊重才是一段关系 牢固的基础 爱自己 尊重自己 活出精彩 你的爱人 你的孩子 才会更爱你 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 欢迎大家在文摩点赞 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喜欢文谦的声音 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今晚九点半FM 大写的FM 关注我 每天晚上睡前 听文谦 为你读书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晚安 好好的感受 虚化绽放的气候 我们一起战斗 会更明白 爱什么是温柔 爱没跟你牵着手 走过荒芜的沙丘 可能从此以后 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还有什么会碰碎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更痛 也许你会陪我 看起水长流 爱没为你把红豆 熬成缠绵的伤口 然后一起浮想 会更明白相似的宇宙 爱没好好地感受 醒着亲吻的温柔 可能在我左右 你在追求孤独的自由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时候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碰碎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温柔 也许你会陪我 看起水长流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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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会碰碎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在高风景都太后 也许你会陪我 也许你会陪我 看起水长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